字幕志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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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來到智庫通品牌代表作這個環節 很多人都說印刷行業 就開始色味 是一個直揚行業 但這個社會裏偏偏有人不甘心被淘汰 積極想方法求全 以及增強自己的競爭力 究竟有甚麼方法 在這個色姐生存的科技世界裏 他為老字號打造新相機呢 Alan 我知道你今天 介紹了一位嘉賓給我認識 是呀 正正你剛才說的情況 發生在他身上 我們身邊的朋友叫做Ricky 他有一間老字號的印刷廠 成為數碼營銷 Ricky 你介紹一下 好呀 其實我小時候 很熱愛流冰 甚至乎我也希望成為一個流冰運動員 當時為何要放棄運動呢 由於因為其實我家裏 就是做小販的關係 後來我們作為潮州人 很多時候就會由小販 轉了去不同的行業 譬如我爸爸由小販 轉了去做運輸 當我畢業之後 沒有再繼續去玩流冰 基本上我就加入了我爸爸的運輸公司 然後我們就由運輸 轉了做印刷 然後由印刷轉了做禮品 甚至乎做推廣 做一些不同的線下工作 今時今日我會做了些甚麼呢 就是做了數碼營銷推廣 Ricky 你都做了很多不同行業 由你爸爸的年代 做運輸到你接手 由運輸做印刷 做禮品包裝 到現在做數碼營銷 為何你要在市場上不斷去轉型 甚麼驅使你會轉型 其實就是求生不斷試錯 其實每一個行業都會有不同的變化 其實都要因應市場的變化 去作出一個改變 好像我們做一些運輸到廠家 一路去改變 其實都是一條道路去走 基本上就要摸著石頭過海 現在今時今日的社會 如果你說沒有一些數碼營銷 或者沒有一些數碼觀念 其實很難去經營下去 所以令到我就要不斷去創新去轉變 因為都是面對中小企 面對很劇烈的競爭 你不去轉型 求生之道就是要不斷轉型 令到你的協力可以不斷發展 沒錯 但是轉型的過程當中 你要重新去適應一個新的行業 學習那個行業的知識 相信都面對了不同程度的難關 絕對是的 那你最大的難關是甚麼 還有你要保持舊友的那班顧客 又要開拓到新的市場 吸納到新的顧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會遇到的困難 就是第一 我們可能有一個又不認識 又去到認識 其實中間是甚麼呢 其實中間就是你本身自己 都要有那種熱誠 以及不斷去學習 你一定要令到自己在這個領域裏面 做得深做得專 亦都要明白到客戶需要是甚麼 然後很多時候都不要想 我究竟在賣甚麼 令到別人會覺得你在客銷 而回到後 我是怎樣幫到我的客戶群 這個才是最重要 Ricky 不如講一下你現在的業務 你現在就主力做數碼營銷線上推廣 幫客戶做這件事 究竟可否精準些解釋給我聽 何謂數碼營銷線上推廣呢 數碼營銷當然不是四個字那麼簡單 基本上就要配合一種叫大數據法則 必須要很精準地 令到我們可以知道你的客戶 客流在哪裏 這些數據就可以幫助得到你 很精準地投放不同的廣告 或者內容給到你的受眾 因為現在線上都太多的資訊了 我都經常做線上推廣 那怎樣錢更加有效力呢 都是我們經常要問的問題 很多人都以為 懂用社交媒體經常玩 是否就是懂得做數碼營銷呢 那你又怎樣看呢 在十多年前 很多人都會認為 包括我自己都會這樣想的 但近這幾年 其實已經發展得很成熟 以及競爭越來越大 除了我剛才所說的大數據法則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 配合了不同的科創的東西 譬如一些AI 人工智能 去令到你幫人做推廣之餘 就是可以很精準地 運用了一些AI功能 去可以追蹤到你的受眾 或者是我們作為一些叫做 Remarketing 去再度營銷 二次營銷 三次營銷 甚至乎更加多不同的 喜好營銷 令到客戶可以 最短時間之內 接收到你的資訊 聽完你這樣說 都發現原來數碼營銷 是涵蓋很多不同層面的事 你覺得對於一個品牌意見 它們要建立自己的形象 它們要令自己品牌走得更遠 那數碼營銷又怎樣可以幫到它呢 那重要性又在哪裏呢 其實如果一個品牌 你怎樣可以幫助得到它呢 第一就是首先第一天 品牌好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裏 驅隔到你的客戶群在哪裏 驅隔到你的產業鏈 是想怎樣去 match到你的客戶群 那如果當你驅隔得到之後 你就可以進行了營銷的推廣 那你就可以很運用你的精準 你的特性 我們經常都說你的feature 你的unit selling point 是些甚麼 投放下去給你的客戶 那當你的客戶有需求 因為你的客戶 當你這麼精準 找到他們受眾 那他們是一些需求者 那他們就會吻合到你的產業 或者你的供應 幫助得到它 那所以就是 你如果一個 作為一個品牌商 或者一個產品供應者 服務供應者也好 那你必須要很清楚 我們經常說客從哪裏來 你的客戶在哪裏 而你的客戶需求甚麼 那其後那些東西就交給我們的 我們就幫你怎樣去focus些 去找到你對的受眾 令到他們可以接收你的資訊 從而去幫助你 Ricky 你可不可以做一個成功例子 你怎樣幫客戶 建立它的品牌 以及令到它的客戶 更加認識它的品牌 好 非常好 這個問題 真是一個實習 分析一下大家 分享一下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講一個行業 譬如美容業來為例 其實美容業是一個很競爭 很大的美容業 全香港有幾千間的美容業 個個都是大老虎 個個都是聰明人 但是受眾很大的 很多不同的 有哪個女士沒有去過美容院 真是一句 好了 我們就要很清楚 它的美容院區分是甚麼 我可以講一個例子 我其中一間美容院 其實它裡面 原來有一個駐場的 一個資深的中醫師 原來有一宗美容 他們叫做 幫一些孕婦 做一些叫紮套的服務 即是說 生完小朋友之後 就可以做紮套 收身 其實在市場上 原來的需求很大 但是也很多人 很少 不是太多人會去講 這種紮套服務 其實近幾年才開始會發覺 很多人會問 可不可以做紮套收身 或者我修復我的肚腩 生完小孩之後 好了 我們就知道原來需求這麼大 但是供應又少了 原來也都看到它的美容院裡面 這個服務 在香港也做得不錯 我們就開始找這方面的受眾 譬如一些孕婦 或者快要生小朋友的媽媽 我們會找到她之後 然後就在她不同的網絡平台上面 幫她做一些推廣 還有一些下廣告 或者幫她加插一些內容在裡面 加上我們一些AI的 chat board 基本上 她現在 她完全說的一句說話 令我都很深刻的 她說 Ricky 真的幫到我 我說幫到你什麼 她說 我以前經常認為我做美容 就等同於 我就要在別人的臉上做美容 她說就是臉皮比較多些 好了 到今時今日 她現在做的美容 就是幫人做肚皮 是多於做臉皮 因為她發覺原來客流 是這麼大 這麼多人生完小孩之後 很緊張她自己的肚 如何去修復她 這些就是一些很成功的例子 告訴你原來其實很多時候 只要你找到一個正確的客戶 然後你提供一些正確的服務 其實生意就自然內 精準兩個字很重要 是的 還有你都要做很多功課 了解一個市場之餘 也都要了解這個品牌的獨特成材 不是大肚破才要砸肚 可能我們這些經常是錯人 都要砸一砸 是的 沒錯 但是我們今天就在看一些 數碼營銷的方面 見到你都做得這麼成功 但是我們經常都說 科技就日生月異 一日千里的 那你覺得整個數碼營銷行業 未來的發展方向又會是怎樣呢 你會有什麼憧憬 或者有什麼願景在這裡 其實接下來我也希望 將數碼推廣 或者數據分析 一路一路是這麼簡化下去 令到很多不同的中小企 都可以容易去明白 究竟數據對他們來說有多重要 最後就要問一問你 你都幫了這麼多不同品牌 做了這麼久的數碼營銷 那有沒有什麼經驗之談 或者有什麼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 好啊 其實回頭 我們公司會幫人用不同的數據 去做分析或者做推廣 我其實一路以來 其實我們都發覺有個經驗 可以訪問一下出來的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外面不同的公司 或者不同的商家都好 大部分人會經常會想 既然你們懂得那麼多AI 用很多不同的人工智能化都好 但是我發覺 其實有時候很多時候 最後最後的受眾 是終歸 雖然我們在設定上 我們是用電腦 但是最後的受眾 是一班真的有老的人去想事情 去人腦來的 所以我們越來越需要 就是要人性化 客製化 將整個生態鏈 就不要想著只是給電腦看 是因為你最後的受眾 就是想給一班人去看 所以就要放入一些策略 或者是一些人性化的看法 下去 換句話要貼地些 即不只是電腦 未必可以取代替所有人腦 我們都要令內容更加貼地 沒錯 今天我就可惜了一件事 就是以人為本 沒錯 今天謝謝Ricky 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謝謝 我們下一集 就和大家分享其他品牌的故事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條片 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 還有記得subscrib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facebook page 記得按下鐘仔 就可以留意到我們最新的資訊